你好星期六由快乐大本营的园团队精心打造,何炯作为唯一的园主持人留守,而杨迪、吴泽林、王鹤蒂、谭剑刺、秦潇贤、李雪芹、丁程鑫等新鲜血液的加入,并节目分为由最初的尴尬转变为现在的活跃。 近期传出的消息透露,你好星期六即将迎来阵容的大幅调整,王鹤蒂与谭剑刺将不再作为固定成员出现。 据了解,新成员已经积极融入到了节目的录制中,而王鹤蒂与谭剑刺虽然身份变更为飞行嘉宾,但仍将频繁通过这种方式与观众见面。 随着节目的连续拍摄成为新常态,丰富的宣传活动也为观众带来了更多精彩的内容。 在时间的见证下,节目中的成员们也在不断成长,勇敢地探索更广阔的舞台。 尽管如此,节目的温馨分为始终如一,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归宿。 王鹤蒂和谭剑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成为耀眼的明星。 在最新一季中,蔡文静以其出色的情绪控制能力和偶尔的狂暴态加入,成为一位极具魅力和个性的常驻嘉宾。 她正在积极拓展自己在综艺领域的影响力,并参与了今年的《乘风破浪》音乐选秀节目,展现出了不一样的舞台风采。 谭剑刺近年来忙于接连不断的剧目拍摄,此次回归《你好星期六》无疑显示出她的档期至紧张。 她目前参与的剧目包括与张静怡共演的《对我弄丢的你》,以及与金世佳一起主演的《烈罪图鉴2》都在紧张的拍摄之中。 另一方面,王鹤蒂转投50公里桃花屋的录制工作,她独特的个人魅力定将赢得更多观众的喜爱,成为节目中的团宠。 在最新一期的《你好》,星期六节目中,商业竞争的风暴再次席卷而来,众多嘉宾将转变为商界高手,展开一场关于智慧和策略的竞赛。 《你比星光美丽》的剧组强力加入战局,实力派演员谭松韵、徐凯和王月鑫与好六街的常驻嘉宾联手,共同演绎一场史无前例的商业角逐。 在上一个周六的节目里,谭松韵、蔡文静和李雪芹以女强人的姿态经验亮相,他们在众多男嘉宾中选拔一名员工伙伴,携手应对各种挑战,竞争最终的模拟上市机会。 男嘉宾们为了赢得女强人的喜爱,纷纷展现自己的独特才华。 一登场,王月鑫就凭借其幽默风趣的表达方式捕获了众人的注意。 他戏称,今日自己的眼睛感到不适,是因为眼睛里浸了一颗钉子。 这一意想不到的笑话令现场哄笑连连,展现了王月鑫独一无二的幽默感。 在选拔环节中,徐凯和王月鑫分别向女强人提出问题,而女强人则要从他们中做出选择。 徐凯首先提问,如果你需要一个人陪你夜行,你会选择谁? 这一浪漫而甜美的问题,却被王月鑫以幽默的态度戏谑,这个问题还用问,难道你没看过她的密室大逃脱吗? 这番话引得全场再次爆发出阵阵笑声。 上期的你好,星期六无疑是精彩分成,让人回味无穷的。 接下来就来盘点一下如今好六团的每个人。 林妖何炯,何炯以其不懈的努力和认真态度,在娱乐圈中深耕细作,尽管年岁已长,却依然活跃在年轻一代的视野里,这份坚持实属不易。 他不仅深刻理解年轻人的娱乐偏好,更是凭借其出色的现场控制力和语言表达技巧,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何炯对人的理解和体贴,尤其是对知名艺人的关照,更是让人称赞。 在一次节目的泼水环节中,原本应泼向何炯的水意外洒在了范城城的脸上。 秦肖贤的心思我们虽然无从得知,但众人都明白这一幕背后的含义,也都默契地配合着完成了这一部分。 这场游戏不仅展示了何炯在娱乐圈中的影响力,也彰显了那句老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提及何炯在娱乐圈的地位,他堪称是众多明星的发现者和推手。 在快乐大本营中助力无数亿人走红。 每当何炯生日之际,半个娱乐圈都会通过微博送上祝福,由此诞生了所谓的何榜。 你好的星期六等节目中,明星们对何炯的敬畏之情显而易见。 在一期节目中,何炯与杨迪互相用道具撒粉的环节,谭剑次直白表示, 我不信你敢打何老师,连节目主任也不断提醒,注意点,这可是何老师,凸显了何炯在圈内的崇高地位。 02.杨迪 在你好星期六的舞台上,杨迪无疑是何炯的得力助手,承担起了节目中大量的辛苦和不为人知的幕后工作。 每当节目设有惩罚环节,杨迪的名字总是榜上有名,时不时还得和其他嘉宾争夺有限的喜悦空间。 尽管缺少杨迪,你好星期六依旧能够凭借其他嘉宾的演出逗乐观众,但杨迪的加入无疑为节目注入了一记强心针,保证了节目的质量和观众的满意度。 作为综艺圈的常客,杨迪似乎总是被定位于娱乐圈的边缘,他的形象容易被节目组和观众忽视,尽管他已经在综艺界摸爬滚打了多年。 杨迪的一个小瑕疵是他偶尔会在节目中流露出不满或愤怒的情绪,这可能与节目组的某些操作不无关系。 尽管如此,还是希望杨迪能够将情绪藏于心底,毕竟在综艺界,他是那个最容易被牺牲的角色。 想想薛之谦当年公开反对明日之子的不正当行为,结果却因为个人历史问题遭到网络攻击,没有足够的后盾和资本,表达负面情绪似乎并不明智。 杨迪能够在娱乐圈中长久立足,正是因为他学会了默默承受,将所有委屈与不满深埋心底。 03王鹤弟,王鹤弟自带幽默基因,是那种游刃有余,笑对一切的艺人,参与综艺录制时,他总是全力以赴,成为节目组的得力助手。 当他出现在你好星期六的舞台上,王鹤弟总能轻松地放下自己的偶像包袱,积极思考如何提升节目的观赏性。 虽然他的演技和内涵尚有提升空间,但他凭借对综艺制作人和观众的尊重,无疑成为了一位人气十足的流量小声。 在桃花雾这个舞台上,他展现出满满的异能责任感,证明了自己是综艺界注入新鲜血液的不二人选。 零次谭剑刺,谭剑刺的星图正处于光芒四射的阶段,不难从王鹤弟和秦枭贤在你好星期六上的频繁缺席中窥见二人事业的繁忙。 谭剑刺在节目里的表现亮眼,他的言谈举止透露出高情商,语次巧妙化解尴尬局面,彰显了他的善良本性。 然而,相比之下,他在节目的投入程度似乎稍逊于王鹤弟,后者的敬业态度令人印象深刻。 1990年出生的谭剑刺,出道历程较长,却是近年来才真正躋身于高人气行列,这给了他一种不同于王鹤弟和秦枭贤的成熟与稳重。 在节目中,他以傻大哥形象示人,与其他嘉宾形成了鲜明的个性对比,而王鹤弟和秦枭贤的形象则有较高的重叠度。 05李雪芹,在《你好星期六》中,李雪芹以其北大出身的聪明才智,成为了节目中的思想灯塔,给那些习惯于看演员装傻的观众们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 他通常沉默寡言,每当开口,总能抛出令人捧腹的幽默,让人耳目一新。 我们期待李雪芹能更加活跃地参与对话,分享他在《你好星期六》舞台上捕捉到的那些令人发笑的细节。 毕竟,他的观察力和幽默感是不应该被埋没的。 然而,李雪芹的过分善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节目的观赏性。 他在面对泼水或其他惩罚环节时总是犹豫不决,显得手下留情,这让寻求刺激的观众感到些许遗憾。 在一个旨在娱乐的节目中,如果每个人都太心软,那些惩罚环节就失去了意义。 节目中的善与恶应该是平衡的,李雪芹的善良虽然可贵,但在舞台上,适当的刺激和挑战也是必不可少的。 06 丁程鑫 丁程鑫无疑是《你好星期六》中的一颗明星,时代俊风送出的众多偶像中,他以其亲和力和才华脱颖而出。 丁程鑫敢于与古丽娜扎,江书莹等魅力四射的女星大胆互动,展现出姐弟间的亲密无间。 这种自信大放的表现深受观众喜爱,有效提升了节目的观赏度。 然而,他的唯一不足是有时过于内向,不够主动,常常需要别人来引导。 在表演环节,他应该更加自信地展示自己,毕竟,有才华的人不应该隐藏光芒。 零七秦潇贤,秦潇贤在《你好星期六》的出现频率极高,除了阴商休息的那段时间外,他几乎是常驻嘉宾。 这集因为他的当期较为宽松,毕竟他的主业并不在影视拍摄上,也因为他的相声背景使他与综艺内容更为契合。 秦潇贤参与游戏时总能保持轻松愉快,不会因比赛而情绪波动。 虽然与王鹤蒂相比,他对节目的投入感稍显不足,更多的是以嘉宾的心态出现。 但在最近几期中,他开始为节目效果积极出谋划策,显示出了积极的变化。 秦潇贤以他那种难得一见的天然呆萌形象,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他的表现不似某些艺人刻意装傻,因此在提升综艺效果方面做得很出色。 然而,现在有一个令人遗憾的情况,秦潇贤与孟子义的恋情意味着孟子义出现在你好星期六的舞台上可能会面临困难。 尤其是在2024年,这对观众来说是一个相当可惜的情况。 08吴泽林,吴泽林,他在节目中的角色相对边缘,主要负责独规则,以分担何炯的主持工作。 如果他能更积极地参与讨论,展现出自己的风趣,将更受欢迎。 他需要更细致地观察,并在照顾艺人上下功夫,这样才能逐步提升自己的存在感。 湖南卫视显然也在努力推广他,但他目前还缺少一些鲜明的特色,以吸引更多的粉丝关注。 吴泽林需要改变现状,学习新技能,以便在综艺界脱颖而出。 历史上成功的主持人,如欧帝、田园等,都有自己的特长,即使是有争议的艺人前锋,也会展现出独特的才华, 如模仿鸵鸟奔跑,而杜海涛则擅长beatbox。 吴泽林拥有一副好身材和一张能说会道的嘴,但相比于王一博的帅气、大张伟的口才,以及董雨辉的条理清晰,他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不能仅仅依靠外貌和基本的主持能力,像吴欣那样混迹多年,他需要不断进步,丰富自己的技能和知识库。 希望他能够接受这些建议,祝他未来好运。